然後他們現在就是歡迎大家上傳各式的影音檔 然後完全免費 然後有跟Amazon S3 就是像Compatible的API 所以東西可以丟到S3就可以丟到Archive.XG 甚至如果你是影音檔 像電視節目 像剛才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幫你做那個 PerFriend的那個可以Common的 所以可以 OK啦 因為我看到上面很多美國國會的那個電視台 C-SPAN的那個Archive 還有DG 嗨大家好 我早上沒有來提報 可是我今天填了一個小坑 就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自己授權怎麼辦 但是這在GEN1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在上次我們演唱的時候 有想到一個就是幫大家做授權的小幫手 那原本我一開始是想要做一個網站 然後是顯示所有的CC授權數 然後你可以根據你的授權方式去找到 就是適合你的授權 但是今天早上LV跟我說 就是還不如做成那個像問卷的樣子 就是大家有玩過這個嗎 反正就是他會你就選選項 然後他就會一直往下走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改成一頁一頁的問卷方式 所以一開始可能就是這樣子 然後按下Stop 你就可以開始進行就是 問卷式的找尋授權 然後像是你會選Yes或No 你是否在意你的著作權呢 那如果選No的話 他就會問你下一個問題 然後呢最後就是你通過一些問題之後 你就會找到譬如說 你可能適合的是CC by 然後呢 反面就會連出去就是詳細的說明 那我沒有做很複雜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只是幫大家找到授權 那如果大家想詳細的看再連出去看 那有一個就是我會特別標示 譬如說CC by MD 所以這個不是自由文化的授權 我就會強烈的就是標示在這裡 就是這可能不適合就是GenieV裡面的文化 那我們可能會進行道德權說之類的 但是就是今天我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剛剛在登記報告的時候挖一個小坑 然後 因為之前那一個就是 口衣妹她有跟我說 就反正知道是誰就好了 就是那個地下電台二人組 對她在那個設計的時候看到我做的這份slide 她覺得這份slide非常適合新手閱讀 她覺得可以就是透過配音的方式做成小動畫 那現在已經可以把slide就是做成一個一個的分距圖 那我現在需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可以根據每一頁去加上它所需要的台詞 那我們的口衣雙人組就會發揮他們的才能 幫我們配上生動的台詞 對 然後我現在都貼在這裡了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幫忙填台詞 然後我們就會完成就是這份的動畫 對 然後 雖然分球一下就是如果有動畫師或是怎麼樣 可以來支援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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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